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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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親愛的同路人 大家好 又養到我們在今集的《Calm God Zone》 能夠可以一起敬拜主 一起向主去支取神 給我們很多的恩典 更加的寶貴 我們能夠可以在網上 一起去見面 能夠可以在不同的空間 我們都能夠可以聽到 敏感到神給我們 很寶貴的信息 就讓我們今晚這個時間 我們就能夠可以一起去 感受神給我們 這份很大的愛 我們一起祷告 主要感謝你 你的寶貴的愛 讓我們能夠有生命起色 更加去知道 確信 每一個人都是很獨特 也有一個很獨特的照明 就讓我們在這個空間 這個時間 都好好去跟神力有更好的連結 更加去認識 更加去認識 神力給我們 生命裡面 那份的照明 究竟是什麼 也都求主 你給我們 有一份的勇氣 更加去佔納自己的生命 祝我們 多謝你給我們 就是 一個很寶貴的愛 的保護 我們能夠認識你 更加去知道 原來神你那份犧牲的愛 就是去再次挽回我們每一個人 讓我們能夠在你的面前 更加去親近你 敬拜你 祝我們感謝你 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門 讓我們用 勇敢如常這一首的詩歌 去沉澱我們的生命 可能在現在這個世代 這個時間 我們都是 很多悲傷 或者是很多失望 但是主耶穌 祂就是像我們盼望的一位 就讓我們 一起去敬拜主 一起去 求神去 給我們一個安慰 勇敢如常 師父 何不驚怕 退避或留下 缺責也總有價 借過十間 無悔地背棄探 如果信念更勤 才可戰勝風生 在基督中站穩 尋濟湯的事我善良 如心裡也是戰場 全上主持軍裝 明明在外裡見妝 面對思念也勇敢遇上 跟著方向 攀莫是能量 世事也許無常 想到十間 尋重但強可垮 如果信念更強 才可戰勝風生 在基督中站穩 尋濟湯的事我善良 如心裡也是戰場 全上主持軍裝 明明明在外裡見妝 面對思念也勇敢遇上 跟著方向 願守起我悲傷 願守起我悲傷 活出這信仰 在哪一同步黑漆 尋濟湯的事我善良 在哪一同步黑漆 尋濟湯的事我善良 在哪一同步黑漆 尋濟湯的事我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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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放棄便善良 總要善上君裝 能在末世千億里 總要善良 直到最後也永不離場 終身打仗 很入力的一首歌 由開始眼淚 最後一個很大的激勵 終身永不離場 在這個世代裡 我想我們其中一個挑戰 就是冷漠 冷漠不是我們選擇的 但是因為世代 都很想不斷告訴我們 你這樣我又不讓你 這樣我又不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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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慢慢打擊的 就是我們基督徒內在那種 活出美善 歌詞裡有一個很激勵我的 沉著抗敵 不是用敵人的手法 而是用善良 這個是很聖經的 因為所有的照命 都不能離開美善的素質 近這半年 我自己有一個 心裡的一個口號 我經常面臨自己 在黑暗的時代 要活出更美善的生命 我覺得這段時間 都是很大的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看到很多的果效 不是世界即時改變 但是其實生命自己改變 也有很多頂子會同樣被激勵 所以今天我們分享的課題 叫做激進謙卑的照明 名字是很矛盾的 我們平時中國人說 謙卑不會激進 激進就不會謙卑 我特地把這兩個字放在一起 因為 因為只是激進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以為 會用世界的方法 甚至用 你可以說用黑暗 世代的方法 去回應他們 基督本身 其實耶穌基督的救恩 也很激進 你們 你們不聽我的拯救 我來到你面前 用一個神 你想像不到的救恩 一個上帝在十字架裡面被掛起 其實極度激進 但又極度謙卑 因為他選擇了一個 你們想像不到 你們個個在當時的時代裡 從來都不會這樣選擇 寶羅形容得很好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卻不以自己 以上帝為同等 反倒虛己取了露伏的形象 所以基督有一種特性 其實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 擺在一起都是對的 就是 在不同的時代裡 我們要 從一種激進的謙卑去想 在這個時代我們怎樣謙卑 我又會想 其實現在在打擊我們 很多時候就是這種無力感 所以詩歌也好 或者 未來一年 ACM一個主題 希臘文叫Stayco 就是謹守崗位 所以我想聽聽兩位的 分享一下 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 或者在這個時代裡 我們憑著什麼可以繼續 用這種堅持 或者可以繼續有這份力量 去活出 勇敢如常 剛才的首詩歌 我們有什麼力量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做呢 我猜是 一種信念 就是我們這個 暫立得韻這個主題 都是來自 大家一起去談 去經歷 正正和大家一樣 身處在整個環境當中 我們想到這個圖片就像 彼得去李海 他看到旁邊的環境 他本來也想和耶穌在一起 在水上走走 但是 看見旁邊的環境 嘩 波動洶湧 於是就失腳 耶穌就在這個時間捉住他 我們想起 其實我們怎麼可以在這個 波動洶湧的世代當中 仍然可以暫立得幻 站在水上走走 所以這種信念 就 給了我們一個力量 也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靠什麼呢 不是靠我們自己 是約望主 以及這個信念 是來自 對上帝那種信靠 我們知道他有能力 黑暗準備過去 我們就是延續這件事 我們知道黑暗會過去 但是 過程中間 我們怎麼可以站穩呢 真的靠著主 靠著這個信念 我們知道他不會欺騙我們 這個信心 這種 那我就承接著你那個 暫立得穩的位置 就是 原來當我們 每一個人 都以為自己暫立得穩的時候 其實是暫穩的 因為靠自己 就是你以為很愛主 或者是你會願意倚靠神 但是 其實有時候都會失腳 或者是剛才 我們之前這麼多集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很浮動 但是有 因為每一個人 好像一個個體 但原來我們有一個群體的時候 原來你旁邊那個 好像突然浮動 他又不覺得 其實是很需要大家 扶著對方 讓整個群體裡 大家一起站立得穩 這個我會覺得是 再進心一步 我們怎樣可以由個人 去到 雙數中數 甚至是更多的人 可以一起去 在這個黑暗的世代 怎樣去 一起去活出 神給我們的照明 其實很感動 亦都是很 我們要在這個時代裡 怎樣互相 互相緊扣 在聖經裡面 其實對於怎樣 戰勝恐懼 都有一個很大的提醒 其實以色列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我們就不要忘記 就是 時代裡面 很多時候 世界就把我們的眼目 太過放起個人 放起這一刻的裡面 令到我們很恐懼 因為我們改變不了這一刻 其實也不是改變不了 只不過我們沒有那麼快 也沒有那麼即時 來改變到這個世界 美善是帶著力量的 但是黑暗很想 我們相信 美善再沒有力量 他很想告訴我們 你做美善的事 我不理會你 因為他怕美善 但是在以色列人 或者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們作為基督徒 除了不可以把我們自己 放到太大之外 聖經常常提醒我們 就是要重拒故事 如果你看回聖經 其實是 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人 離開紅海 或者離開埃及圍牢之地 這個故事 不是只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是成為了當下的人 對上帝如何拯救 將會拯救 必然拯救 是一個信念的重構 所以 一種激進的謙卑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要把 我們現在這一刻 我們自己放到太大 我們面對的困難 放到太大 怎樣做呢 就是其實我們要 向後看 又向前看 向後看 我們除了看見 上帝過去如何拯救 我們以色列文 呼召門徒 這些聖經裡面的故事之外 我記得在這兩年 我在武疫情的時候 經常去做一些考古的考察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一種 心靈裡面的力量來源 特別有幾個時刻 譬如在羅馬帝國裡面 經常會見到兩個皇帝的雕像 一個就是聖經上出現的Augustus 他周圍都是 整個羅馬帝國 無論在羅馬 或者去到希臘的地方 所有都是 因為當時他沒有Facebook 他就要所有人 經常見到他 在每一個角落裡面出現 但是 他成功的 在他那一刻 在歷史那個moment裡面 他成功 但是 他也逃不到 就是 他自己的限制 他也在歷史當中 有一天 就會成為了 泥土當中 只是一個 所謂 不再是 滿有力量的 他在追求很多的榮耀 在當下可能他都可以 但是結果 他仍然是被歷史的洪流 成為了考古的歷史 第二個皇帝就是 就是君士坦丁 他有一個很巨型的 很多書都會有巨型的 頭部超級大的 他要製造一種 震懾人的力量 令人見到那個雕像 就好像 製造了一種恐懼 他雕的時候 那隻眼 那種手指 都是想 那些肌肉 都是真的想 看到的人 覺得他很厲害 製造的就是 那種 力量 還有那種power 當我們看見歷史的時候 這些在歷史上曾經 很風光 甚至統一一方的皇帝 今天仍然是 在我們的主 一個永恆的角度裏面 只是塵土一般 當我們看過去的歷史 過去壓迫的制度 很多的 我們看似不可能的 奴隸制度也好 軍事制度也好 其實總有倒下的一天 量線 並沒有倒下 我們主的教導 仍然被壓迫的信徒 他的福音 寧然流傳到今天 當我們這種謙卑 正正就是 不把自己這一刻的困難 變成了上帝的困難 不把這一刻的黑暗 放大 大過上帝的光 我們重新往後看見歷史 聖經的故事也提醒我們 上帝的國才是永恆 良善才是我們終極的呼召 他才是黑暗所恐懼 所以我們今天 或許 我們未能夠即時改變 我們很想改變的制度 或者價值 但正如 我想 詩歌裡面提醒我們 或今年ACM的題目 也提醒我們 站立得穩 正正就是 一種在這個時代裡很重要的靈性 我們看的 不是風雨 不是外面有多大的壓力 而是我們在這個照明裡的那種力量 那種美善的力量 讓我們 一個基督的身體 一個群體 我們都同樣互相勉勵 我們的如常 其實是有力的 我們的如常 正正就是黑暗所恐懼 我們的良善就是他想要打擊 忠心就是我們的武器 希望我們都一同打美好的勝仗 就讓我們在這個空間 我們都首先 安靜在裡面 可能我們現在閉上眼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苦劫 可能流眼淚也流到很乾 也不想再流 甚至已經失卻了那份盼望 使用過來 能不能在身邊 我们就来到主的私人宝座面前 去得了一份安慰 让主去抹干我们的眼泪 将祂的活水去赐给我们 使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 不再干绝 由阳主给我们的盼望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最大的盼牌 求主赐我们一份熟天的勇气 能够抵抗黑夜的恐惧 主要多谢祢 因为祢就是光 祢就是我们的道路 真理 生命 当我们跟着祢去走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惧怕 因为神祢就是爱 爱里面没有惧怕 求求祢坚定 我们的心 让我们去学习 如何去站立得稳 在祢里面站立得稳 在神祢的保障 在神祢的保障里面 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祢多谢祢 让我们用诗歌去回应祢 我们能够可以学习 如何好像军人能够去中心 去打仗 祢多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命求 阿们 奉望是能量 世事也去无常 伤道十佳 沉重但却可挂 如果信念更强 才可战胜风生 在基督中站稳 曾着抗敌是我善良 如心里也是战场 天上主持群众 明明在爱里见中 面对思念也勇敢遇上 跟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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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里也讨 總要穿上軍裝 能在末世戰役裡 直到最後也永不離場 終生打仗 讓我們每個基督徒永不離場 因為主是從來不離場的主 以下這個機構跟我們有關係 以及堅守他的崗位 就是基督書樓 我想基督書樓是 我記得訪問他的時候很感動 因為我也有這樣的印象 因為大家可能想過去 無論他在銅鑼灣或者在太子的書室 也會有一個初覺 就是他做得這麼漂亮 又這麼spacious 這麼多空間 他們當然經濟很好才會不用盡每一個位置 但是他跟我分享的時候 他說他們專門不用盡每一個地方去賣東西 而留下空間給頂子媒上來的時候 可以好像在沙漠中的綠洲 享受一個空間的安靜和靈靜 其實是他們的機構的使命 但是這個使命要代價 因為你知道這麼貴的地方 他不賣多些東西 他就放棄了一些經濟的收益 第二就是其實他在出版上面 都是很有使命 譬如我們這個Series的小大這本 其實都是基督出版 不過他叫印象文字 其實是另一個他們的品牌 專門容養一些 深重一些的作者 或者一些題目 不是很主流的 他都可以在那裡出版 所以基督本身 他本身的使命 都是在服侍著很多 無論是出版的人 就像我們這些 都有機會去出版書 第二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得著的 不過有時候我們不讀 我們上去去享受了 買了一本書 但是有時候我們 可能不講不知的 其實出版業是很微利的 是 特別是對出版有書籠 其實每一本賺很少 我跟他們聊的時候 他們很謙卑 我這本書仔 我專得 弟兄姊妹不要生氣 買了的話 其實他們原本定價是用命的 我說不要了 你一定貴一點 不是我收多些 我沒有收版稅 但是呢 我就說你們應該要賺多些 我覺得 弟兄姊妹是應該 用多少錢去支持他們的出版 所以 一間這麼中心的機構 我們都可以多些去支持他們 還有他們也有 今集的主題就是 激進又謙卑的字幕 說到這個基督教的出版 我們ACM也是一個出版音樂 敬拜的音樂的機構 我們都很希望 藉著詩歌的創作 有不同的聚會 有網上的節目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很想多些去 將福音去傳開 以及將韓國的電影節目 藉著敬拜 去更新他們的生命 對 所以希望大家 繼續來支持我們 的社會工作 以及去追蹤 讚好 訂閱 我們各大社交媒體 希望你都能夠享受 今晚這個康哥的節目 好 好 我們下一集 就是還有一集 大家記得 在準時 一起 勁拜主 一起去聽神經我們的照片 我們下集見 拜拜